Oh my God 真的假的 超級爆任務來囉 真假快問快答 小豬阿諾的智商跟反應 到底會如何呢 Mango 真的 真是八字 假的 腸化男 彈彈火雞 真的 Mango 彈彈 你要給我黑色 真的 水鍋是美國的牛 水鍋是日本最高 真的 真假迷人開直播 要去美國設廠的郭董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手機的未來新科技囉 廢話 當然不會啊對不對 好啦 就算會爆炸 以後爆得比韓國還兇 這樣以後我們江鳥海 科技公司就可以進軍 未來的軍火產業 對不對 以後打仗 阿兵哥可以不用槍 直接帶手機 如果一個阿兵 都要帶十支手機 哪一帶十顆手榴袋 對不對 那我們的歷任就會凡十倍 真假大對抗 妳的選擇決定妳的命運 我搖妳好髒喔 真的 沒有在那裡 你不要浪費很快喔 吃… 拉魚的… 麵包可以用手指的 而且麵包比較輕 容易彈開 還剩10秒 你用力轉… 你用力轉 來 扮演莫名的鐵鍊聲 一聲一聲敲開恐懼的大門 鐵鍊套著一根的脖子 同時還穿過這個人的手 然後一左一右 有人牽著往前走 真的假的 收視率 創家機 引爆11點 中一線 Are you ready 真的 假的 歡迎收看 真假大對抗 歡迎大家 今天又有眾多的美女 讓我們賞心悅目一下 真的 沒錯 但從你這邊開始啊 好 我這邊的美女 第一次來到我們現場 但是讓我們為之驚豔 身材非常好 感覺也非常健康 歡迎貝貝 嗨 歡迎貝貝 這一位才是好久不見 而且今天是有目的來到這位小 偷康道修口 來 首先先歡迎小豬 黃沐妍 嗨 厲害啦 我們這邊呢 也是厲害啦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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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火焰 還有吃吃吃 阿諾 太好了耶 其實 他越來越正 對 不得了啦 好 各位呢 都有一些外號 現在開始要說好話 講好聽 是... 對 今天在外號叫說 真假小昏球 有好聽 我小昏球... 我小昏球啦 但是大凱天手上有一個 最重要的東西 一個禮物要送給大家啦 就是我們黃沐妍小豬 出了現真集 YES YES 那只有一本而已喔 沒有 我們現在是樣本 到時候出了以後 我會送給大家 對 不要到時候就那個... 他今天只有帶一本 因為你有老婆 你先看 然後我可以帶回家用好不好 玉琳哥 你先說一下 你要預購幾本啊 玉琳哥 幾本 我跟你講 之前那個張艾亞 我預購了50本 50本 然後後來陸續都有人出 我大概都...都買50本 50本 但是我每次預購都只有一個條件 是 那個錢拿了對不對 對啊... 可以擺一下嘛 你一直打死我 那我不進你家 你要買50本喔 OK 不要進到我家 哇塞 這種真的不能記到你家 謝謝玉琳哥 這種真的不能記到你家 真的...而且裡面有其實有跟 小吃有特別練過對不對 肚子是兩道線 有練一下 好厲害喔 好厲害的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好厲害的給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是平常看不到的我 這本書有別的男生看過嗎 這是宣傳的時候看過 這樣好性感喔 對 有沒有 而且我寫真書 就是在台南拍的 是跟以往的女明星不太一樣 整本都在台南拍 真的好正喔 謝謝 這樣那個表情跟那個樣子 是不是 就像是康為 或是林志玲那種份兒 就巨星好 求俗珍 求俗珍什麼東西 配 我結婚了 有小孩了 妳講一下單身好不好 那妳有準備要辦那個 親書會見面會 有...8月5號跟8月6號 加油啦 希望這本書能大賣 超級賣 謝謝 謝謝小豬 好 那真假快問快答 緊張又刺激的真假快問快答 今天是由阿諾跟黃沐妍 來接受挑戰 而到底誰可以擊敗對方 拿到大家渴望的免賀金牌咧 每個人總共有20道題目 挑戰者在規定的時間裡面 必須快速回答答對 可有的一分 分數高的即可獲得免賀金牌 並且在後續的節目中 剁掉殘酷的懲罰 珍貴的機會可要好好把握唷 真假快問快答 現在開始 好 請問老師就位了 好 要記住一個原則 題目越快心則慢 I see you OK 記住四個字的心法 好 Take it easy 好不好 好的 進行小豬的真假 快問快答 Ready go 到底 新運的心法偶慢 假的 HBL高中的說寫 真的 周欣誠 有一隻 真的 看見台灣的導演陳柏林 假的 日本人生意片 小新名 真的 冇名是水美的導演 真的 MOKO 真的 這個八字 假的 陳光能 搭檔火機 真的 弄搭檔火機 假的 處理衝動原因是常常 真的 日本人真的假的 喜愛上是真的 真的... 假的 假的 真的 對...答對了 真的... 真的 真的 不認識 真的 不認識 假的 明天 真的 剛剛好像有一兩題很怪的 很詭異 不認識 我感覺他有12題 我也幾題 他前面都答得很好 幾題 我不能告訴你 不是 我在後面真的很緊張 因為太快了 陳皓然的搭檔是火雞喔 是火雞嗎 是火雞啦 是火雞喔 我看電影看那麼久 還不知道是火雞 然後問你喔 日本人的生魚片叫做什麼 撒西米 那人家題目是西手米 西手米 西手米是什麼你知道嗎 西手米 西手米是送上儀隊的 因為兩秒鐘根本... 太多喜吧 對啊 看不到那麼多喜 看不到那麼多字 是啊 不是啦 西手米是火雞 火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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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眼喔 那是小紅帽才跟大眼 你被騙的一題就是 孕婦考試 要不要拜文昌君 不要 他是孕婦 可是他有考試啊 你們有寫考試喔 有要考試啊 對啊 等一下 你剛剛那邊 是用聽的 還是眼睛有張開 我有張開 可是我看不太快了 但是也不錯啦 你要看完耶 還是有高於一般標準值啦 小豬答對 C題 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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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黃沐妍啊 有些題目沒有答對 真是太可惜啦 快問快答 除了要速度快之外 眼睛也不能夠看錯題目唷 而接下來挑戰的阿諾 希望你可以從中獲得經驗 並且一舉擊敗黃沐妍啊 這樣就可以獲得我們的免法金牌囉 真假快問快答 現在開始 好啦 那就要專注一點啦 好 阿諾的真假 快問快答 Ready Go 我昨天已經過黃沈 真的 熊貓不會冬眠 假的 企鵝不會冬眠 假的 超商有賣感冒藥 真的 假的 水母有觸電用 真的 淚翠在花蓮 真的 心裡只會久掉 不是假的 王永慶 真的 你要被我黑色 真的 水鍋是沒鍋的牛 真的 水鍋是日本最高 真的 我們平常是一種 它假的 韓語穿魚傘是聊天 假的 阿迪莎 阿迪莎 真的 一顆15分鐘 真的 水水CO2 錯的 人在興奮的時候 瞳孔會縮小 真的 背影是朱志欽 不再假的 綠島是小琉球 真的 那個是背影 朱志欽那個是背影 他抱著鳳梨嗎 他抱著鳳梨嗎 他抱著是趕嬤 對不對 橘子 是橘子啊 對啊 但我感覺阿諾你只有八級 九級左右 我覺得有很多耶 你如果慢慢問我 我覺得我不會答錯 廢話啊 這個就是考快的啊 會縮小 真的 會放大 興奮耶 對啊 你要氣死郭台銘是不是 喜歡 假的 那王永慶是哪裡的動作 抬錯 對 現在就會 一定很期待知道你幾題對不對 小豬11題 阿諾 12題 阿諾 9題 是不是很厲害 我現在都會猜耶 對 才差幾題耶 好啦 恭喜黃沐妍獲得我們的 免罰金牌 恭喜 不經過一番緊張刺激的真假 快犯快答之後 結果竟然是黃沐妍以兩題之差 擊敗了阿諾 而黃沐妍也獲得了免罰金牌的過關 寶物 接下來馬上要進行最刺激 鬥趣的真假大對抗了 為了躲避那毫無人心的懲罰 到底誰可以脫穎而出 率先贏的勝利咧 話不多說 真假大對抗 我們現在開始 飛轉流心鎚 真假大對抗之 飛轉流心鎚 遊戲規則 挑戰者穿上幫用 麻糬的特製腰帶 並且要將麻糬甩入口中 在60秒時間之內完成 計算過關了 各位觀眾覺得 是不是很簡單 就能夠過關咧 而它究竟是真的假的咧 好的 飛轉流心鎚 所以大愷的影片給大家參考 讓大家覺得 難或簡單 你們要選擇真假之前 你們最好看一下前方的 那個處罰道具 處罰是什麼呢 今天很可怕喔 這麼多 我看過 但沒有玩過 對 完全不知道 所以呢 等一下看你們 那個瞎珠要瞎多少 那個夾到後來可能臉都不夠用 全身都要夾 好啦 那就自己心裡有數啦 一分鐘之內 到底可不可能完成 真的假的 請選擇 請謹慎的選擇 一分鐘之內到底有沒有可能 把刮吉甩到嘴裡咬上一口 有沒有可能 好 現在選擇真的是小豬跟博焱 是的 那麼選擇假的這邊 是年齡層有相當大的代工 但是都是美女的 阿諾跟貝貝 好 厲害囉 小豬妳憑什麼認為這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有可能啊 因為他這樣子晃一晃 應該是有機會到的 對 OK 那這邊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你們還有現實 通常這樣晃的話要非常冷靜 還有 我覺得要有一定的技巧 所以我覺得不是隨便的人都可以 阿諾不愧是成熟的老女人 就把這個時間壓力成熟的老女人 你才是成熟的老女人 因為他現在也是有感受到 時間那個阿諾有所 對...很明顯 阿諾你也不要說他是老男人 他是老高 對... 有比較好嗎 好 那他們一選就好了 好 那我們要開始下注啦 是 既然那個甲方你們既然覺得 這是不可能的 那你們勇敢的下注 下越多 處罰對方處罰得越兇好不好 來 甲方這邊請下注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唱 下... 下... 大家下 他這樣一串... 一串... 跟粽子一樣耶 然後丟進杯子裡面 沒有 他只能這樣下一串 我下一串好了 好狠... 還要再多嗎 你要不要再下 不要 你不要啦 年輕人那麼害怕 對 貝貝宰心仁厚耶 你被夾才好看啊 而且我覺得不要怕輸 我覺得他們不可能做得到的 不要怕輸 對 他們兩個一臉都做不到的臉啊 好啊...沒關係啊 我會讓你掛目相反 比不很遠耶 甲方下注完成 來 真方 我們一定會贏啊 我這種人都是All in的啦 對啊 沒有0... 不是0是100啊 真的假的 我All in啊 全部 好 真方All in啊 那既然這麼有信心的話 那真的就是要出來見正常 你們兩位要派誰出來 我 妳喔 來 這個位置好嗎 來 加油 來 加油 幹嘛 妳是在爆樹是不是 她就像樹一樣高差 妳看一棒認真一點嗎 最萌生高差耶 環璧哥 等一下 妳真的不會爆 小豬哪有人這樣 沒有人這樣爆樹 妳要這樣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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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錄影 我是教她怎麼爆 會亂搞的 這樣會了吧 小豬 好不好 爆都不會 兄弟...加油... 謝謝 謝謝 相信妳 妳要擺脫廢咖 妳剛剛那感覺雖然有爆上 但感覺像爆一個 快要死掉的親人 沒有關係 沒有啦 我覺得小豬就是這種人喔 是吧 就是這種人 等一下 不要再爆了 等等會有那個阻礙好不好 對... 有時候 阿妹要斜坡那邊 尺度比較大喔 但有時候是說 嘟到喝粿 可能會有助長運勢 嘟到拍粿 在水三天我還在說 對... 好 來 博焱的飛轉流行水 計時一分鐘 Ready GO Ready Ready 會不會兩秒就咬到 會不會一次就起來了呢 20秒了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我驗人妖異可不可以 好 驗人妖異可不可以 你... 剛剛應該叫她出來似的 好 沒有 我的腰好髒 一個人滑 他穩贏的 他穩贏的 神棒 太黑了 沒有在怕耶 太黑了吧 你有點太過分了 大家都是朋友 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 很厲害 你不要這樣愛下去 我覺得你的腰力可不可以 你那邊不行 阿姨... 這腰有點遜喔 有機會... 有 要抓到... 要抓到 差不多40秒 40秒 40秒 多少時間... 40秒 42秒 40秒完整 紀錄賽 我覺得不可能... 我要看小豬 沒有啊 他就結束了 對啊 好 沒關係 他們想看小豬就給他看 反正他們那一名 對啊 OK 來 小豬嘛 小豬算是表演賽這樣 對... 加碼...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小豬沒有成功 我們可以拿一串起來嗎 不行 不要再廢了啦 對啊 好啦 小豬結論完畢 好 準備囉 好 剛剛60秒喔 看你能不能挑戰 60秒之間完成喔 來 小豬的飛轉流星錘 Ready GO GO 開始 晃 他 腰力 剛剛應該叫他出來似的 我腰力好髒 為什麼那麼難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你先晃 40秒 剩下40秒囉 再晃... 已經超過博焱的時間了 不是手晃 是腰晃 身體要晃起來 30秒 還有30秒 其實... 你還是你要旋轉的... 旋轉跳躍 對 對... 轉上去 誰出要笨主意 20秒 好暈喔 好暈喔 他好好Cue喔 他好好Cue喔 Cue喔 對啊 準備剩下倒數50秒 你用跳的... 有一個跳起來 跳腳 8 7 6 5 4 3 2 1 去 好啦 好刁喔 OK啦 你也離苦得樂啦 你運氣好 你還好歹是個女生 你如果是男的話 你永遠甩不乾淨 好啦 那準備行行啦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那個 壽星人 妳希望誰來夾妳 我希望小豬 那博焱來 妳來夾妳 好的 妳是白問 妳是白問 好... 好... 手機在這邊喔 來... 基本上都是脖子以上 好... 博明哥 妳也上一段了 等一下... 好... 還能夾誰 我的天啊 這夾子看起來就混大隻呀 感覺阿諾以及貝貝等一下 肯定會痛得哇哇叫呀 這樣殘忍以及沒有人性的懲罰 也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 光夾到臉上以及其他部位 就花了不少時間 夾子就夾到沒地方夾了 看起來真的很慘喔 這邊要最後一個啦 這邊要最後一個 阿諾妳希望先拉誰的 妳希望先拉誰的 妳不...那先拉背邊的好不好 好... 還是先拉妳的 還是先拉她的 小豬先拉 好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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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小豬來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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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她的夾子會在我的臉上啊 為什麼妳的夾子夾到我的臉上啊 因為OE有三串啊 對啊 但是我嘴唇是腫起來了嗎 對 妳的嘴唇比較不明顯 貝貝的嘴唇腫起來比較明顯 為什麼 我有一種看牙齒 然後打牙齒的感覺 那就對了... 那就是這個療效就是這個樣子 很明顯就是這樣子 對 而且一般這個時候 就趕快去拔牙 對 比較不會痛 真的假的 人家牙齒健康 為什麼要去拔牙 妳不要告訴我 對啊 而且耳朵會麻 我都沒感覺 他耳朵都烘掉了 耳朵沒感覺 然後嘴唇很像被打到 好啦 頭結都長出來了 OK 不會了 等一下就OK了啦 對啦... 好啦 那我們要進行下一關 進行我們的布雷克佛斯特 挑戰者猛眼躺在床上 聽到鬧鐘聲後起聲 猛眼尋找床的前方 所吊掛的食物 在60秒之內 找到食物並且吃完 就算過關了 嘿 這不困難吧 嗯 過關 嘿嘿 真的假的 好的 歡迎 來客佛斯特 是 那個呢 情境呢 就是躺在床上睡覺 是 鬧鐘想了 醒來了 吃早餐囉 但是要蒙眼 很奇怪啊 好 那個醒來 很奇怪 因為早上起來那個還沒睡醒 東馬斯看不見 突然就看不見了 反正呢 要吃早餐 吃...一分鐘之內 那你要吞加度 吞加度有點強人所難啦 就咬到 塞進嘴巴裡面 好 就是不要外弄 像那個香蕉你不要外弄到外面 就整個把它塞進嘴巴裡面 好 所以呢 要給大家評估一下 你們覺得是真的還是假的囉 處罰是什麼了 處罰是在哪裡了 健康 健康補償 強身健體的苦茶 跟大家提醒一下 非常苦 真的很苦 我看就知道 因為顏色有點濃 平常沒那麼深 而且通常來過我們節目的來賓 任何腸胃的問題 錄完節目以後都沒有問題 對 然後胖的啦 一喝一喝回去減重2公斤 那瘦的咧 瘦的呢 很奇怪喔 怎樣 好啦 那大家要思考一下啦 好 一分鐘時間到底 可不可能完成真的假的 請選擇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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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友很重要喔 還有 小豬被孤立了 選擇真的是 火焰 貝貝 阿諾 選擇假的是 目前市場上唯一一本 值得大家期待的 寫真書的巨星 小豬 厲害 小豬妳是不是對這個結局 有點不太滿意 不是 我沒有不滿意 可是我覺得一定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你蒙眼的話你根本看不到 而且你看不到上面的東西 你說你平面的可以 可是這個感覺比較高 但你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選擇 真的這邊其中有一位是 吃吃吃女王 對啊 吃吃吃 對 什麼不會就只能吃 但是光就吃可能時間很快 但是我同意這個 沐妍講的 因為她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具體說 妳跟她是好到什麼程度 妳可以叫她沐妍 其實不瞞妳說 因為是鹿節目 如果不是鹿節目 我都直接叫她沐 沐 沐 那 木 如果妳對這個 你關心什麼事 好 木 那 木 年輕的時候是木 那如果老了以後呢 叫木款 叫老木 老木 對... 關心老木是現在要一個人 對 來 木 那就請到家住區 來 家住開始 好 那你要考慮到你只有一個人 萬一你喝的話怎麼辦 考慮到只有一個人喝 他穩贏的 很棒 太黑了 吃... 拉魚的... 對 怎麼可以指示啊 中道的 中道的 麵包因為比較大塊 那麵包可以用手指去夾 而且麵包比較輕 容易彈開 它熱狗跟香蕉都不行 還剩14秒 沒有密帥... 沒有密帥 家住開始 好 那你要考慮到你只有一個人 萬一你喝的話怎麼辦 考慮到只有一個人喝 他穩贏的 很棒 太黑了 沒那麼怕 你有點太過分 大家都是朋友 好不好 你不要說你會很差 我跟妳說 他真是老木耶 真的要為你老木對不對 那現在延伸一個新的問題了 什麼問題 如果他輸了的話 他又免罰金牌 那這一杯到底誰來賜 誰要喝 玉琳哥 主持人 我其實翻譯... 我翻譯過中天電視台 真的假的的節目 對... 相關規定 對 他一規定就是大台要喝掉 這個規定蠻人性的 我喝 那麼多 你一個人喝也太不近人情 我跟維銘哥我們就盡量 我們盡量 一定 我們是義氣的 我們不再挑張 謝謝兩位大哥 沒有問題 請問一下我們還要下注嗎 當然你要下注看 那你們啊 沒有 可以倒一點回來啊 沒問題好下 萬一剪注的話 你們有沒有要剪注 可以嗎 可以剪嗎 可以剪... 可以剪一點點 如果你們要的話 不要對自己沒信心 衝了啦 因為剪注這個行為 本身就有點晦氣在你知道 對啊 而且通常在我們節目 剪注的人回去就不紅了 那請製作單位再加一分 那還有資料嗎 加 我們預算有限 我們預算有限 這一集只有這樣而已 只能這樣 那你們要派誰出來執行 應該派吃吃吃吧 好 我要出去 阿諾出來玩 對喔 好啦 那就確定了 阿諾來執行我們的布雷克佛特 好啦 阿諾已經安詳的 在床上 家屬都看過了喔 都看過了 都看過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推進去 最後問一下家屬 請問要幾分熟 7分 不喜歡吃太熟的 好啦 準備啦 阿諾的布雷克佛斯特 Ready GO 計時開始 小心喔 還有 再來 拉起耶... 這邊的 有了... 有了... 這個畫面也太厲害了 阿諾叫你吃 不是叫你舔 我要舔久了 不要舔 撐住他 怎麼不見了 不見了... 很難吧 我覺得超難的 妳剛剛都舔到了 剩下30秒了 妳剛剛都舔到了 等一下 怎麼不見了 好 前面一點 往前... 左... 左邊... 左邊... 好... 喊住他... 不要舔他 喊住他 對 好 搖... 來...三斤轉裡面 7 6 5 6 5 往前... 1 阿諾 沒有人告訴你 阿諾 沒有人告訴你 好詭異的畫面 就要咬咬... 而且我覺得最奇怪 就是一開始他就已經舔到了 對 然後他就拚命舔就不咬 他就是吃不到耶 因為他會彈走 然後你就找不到他了 好 那博焱... 證明我們這個遊戲 其實沒那麼難 博焱 你還敢敢來嗎 加油... 那個熱手幫他掛上去 來 好 真方的第二度挑戰 這樣子啊 博焱 按照節目的規則 博焱 你睡了喔 對不起... 博焱 你怎麼忽然在掛他短下 是啦 是啦 乃哥 你剛剛在吊到這裡 他一輩子都過去耶 怎麼了... 那個按照節目的這個規則 我們施行細則 第17款第二條的規定 如果你能過關的話 這個處罰的這個苦茶 可以減半 是 加油 好好加油 好不好 來 博焱 好 布雷克 弗斯特 Ready GO 計時60秒 開始 快點... 來囉 起床了 不會 不要用舔的喔 會噁心 你用咬的就好 對啊 你怎麼穿坐 來... 沖泥喔 來...趕快 沖泥喔... 整根含進去 含住不要咬 整根含進去對不對 還用吸的 吃他...對 對... 對... OK... 吃掉一樣 還有兩樣 博焱 往前走... 好會喔 他好會喔 加油... 還有30秒喔 好...好會喔 天啊 博焱好像通靈了 他好像有... 對 他是過關機器耶 對啊 你的時間也不多了 趕快 好...來 伸口還進去 來...那個 吃完他... 完成 50秒... 50秒完了 所以可以再度證明 阿諾剛剛只是想表現他的性感 才是他多會舔 沒有 阿諾 你的問題是 剛剛其實你碰到 碰到可是你在那邊舔 那人家不會是趕快吃進去 因為我找不到 我剛剛把他撞了 沒有 你找到一直在舔 拚命舔 你一直在... 你一直在玩香腸 而且你完全是專業的 前面只舔頭 後面在舔 因為我一直跟你講說 香腸是拿來吃 不是拿來玩的 我沒有 我根本找不到他 好啦 這樣子好了 反正現在已經可以減半了對不對 對 如果你過關貝貝 再減半 減半 再減半 厲害 貝貝就位 好啦 貝貝 身負重任啊 如果你過關的話呢 是減半再減半喔 75折 75折那差很多啦 我們男隊有這樣的打折行動 好 大家把握 好 加油啦 貝貝的Breaker First Ready Go 好 計時60秒 貝貝加油 起床喔 貝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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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女生才能看 左邊 左邊一點 左邊一點下來 對... 你怎麼可以指示啊 來 弄到了 麵包因為比較大塊 所以麵包可以用手指示一下 而且麵包比較輕 容易彈開 它熱狗跟香蕉都不行 還剩14秒 來 塞進去啊 又有力鑽 又有力鑽 好 這樣沒關係... 來 把它煎起來 給它塞回去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要浪費食物啦 真的啦 起碼要算一算吧 對不對 要跳... 左一點... 往前... 右一點... 再右一點 左邊 來 碰到... 好 來... 折啊 折啊 左邊一點... 左一點... 左一點... 左邊... 左邊... 右 左邊 碰到... 3... 2... 3... 7... 6... 5... 4... 3 左... 左邊... 時間到 所以我是很難 你們女生很快 一直跟你們告解說 香腸是拿來吃不是拿來玩 對 你一直在那邊弄... 而且再一次證明 阿諾的確只想舔並不想咬 沒有 是真的咬不到 好啦 那這就是失敗啦 但是因為剛剛婆媛幫你們那個 嬰兒一尾兒 所以這個就減半了 剩一半喔 來... 1 2 3 倒掉1000就對了 好啦 差不多啦 OK 好 來 一般的規矩 這兩個女生先喝 她們隨意啊你乾杯這樣子 好 來 而且我為了要證明 我沒有要喝完香糖 好 那妳要喝很多的意思嗎 對 好啊 那妳喝之前可以唱吃吃吃嗎 吃吃吃吃吃吃 大口大口吃 鐵鏈套著一個人的脖子 同時還穿過這個人的手 然後一左一右 有人牽著往前走 在布雷克佛斯特的挑戰當中 痴痴女王阿諾 貝貝與伯彥挑戰失敗 必須接受超大分量苦茶的懲罰呀 還好後來伯彥上訴成功 處罰減半 但是仍然有1000cc的苦茶得要喝 他們能夠順利喝完嗎 那妳要喝很多的意思嗎 對 好啊 那妳喝之前可以唱吃吃吃嗎 吃吃吃吃吃 大口大口吃 Yeah 來 請享用 就這樣 就這樣嗎 真的假的 假的啦... 好厲害 她剛剛喝眼睛還可以真開 她這個不是怕苦的感覺 妳看... 一喝眼睛都變紅了 不能吐... 來 貝貝... 還好有... 還好有用到一半 真的 對啊 弄一半起來了 來... 來喔 我說阿諾以及貝貝啊 還好你們有伯彥這一個 最強的過關機器的隊友 幫大家贏了加賽的遊戲 才讓懲罰減半啊 要不然2000cc的苦茶 可有你們受的囉 而伯彥身為隊中唯一的男生 當然也把最後的苦茶給喝光光了 堪稱是近台男子漢代表 掌聲鼓勵 厲害了… Oh my God 你兩個還不趕快去擁抱 擁抱 好痛喔 好痛喔 好 不錄了…走了… 好可憐的伯彥 好可憐的伯彥 沒辦法 這就是人生 這一切都是命啦 來 一起來 一切都是命 好可憐 大直播時代來了 郭董前進America社場 今天要來開直播 跟大家聊聊手機 未來的新驅使囉 真假名人開直播 我們立馬開播 大家好 我是 我是台灣不好第一名 郭台銘 最近我們的股價 又漲了6% 請大家掌聲鼓勵鼓勵 最近我們又製造了新的手機 要幫它命名 大家掌聲鼓勵鼓勵 還有我們未來的趨勢 會打造新型的手機 可以說是未來的趨勢 請大家再掌聲鼓勵鼓勵 我還是比較喜歡傳統的股東會 像這種線上的股東會 我又看不到人 感覺就沒有有點失落 董事長我跟你說 現在網路開會議 是很流行很時尚的 你看他們會給你按愛心 又給你按讚 你看這樣不是很好嗎 有什麼好對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人都離不開手機 對不對 離不開手機 才會造就我們今天 江鳥海的這個榮景 那我在想 如果以後 讓每個人身上至少有兩支手機 這樣的話我們的利潤就會翻倍 來 大家再掌聲鼓勵鼓勵 董事長…有人提問耶 有人提問是不是 好 線上就是要有人提問 他問什麼 他說韓國的手機都會爆炸 廢話 當然不會啊 對不對 好啦 就算會爆炸 也要爆得比韓國還兇 這樣以後我們江鳥海科技公司 就可以進居未來的軍火產業 對不對 以後打仗啊 阿兵哥可以不用槍 直接帶手機 如果一個阿兵哥 帶十支手機 等於帶十顆手的袋 對不對 那我們的利潤就會翻十倍 大家掌聲鼓勵鼓勵 還有沒有 他說如果在睡覺的時候 手機充著電 會不會影響健康啊 不然的話 這個手機啊 睡覺前充電 當然會影響健康啊對不對 你想想看 手機在你床頭充電 如果爆炸的話 不就爆到你的頭 對不對 你剛剛不好 對喔 那如果是 報告董事長我想問一下 那如果是正常狀況下 手機不會爆炸呢 那 那我問你啊 你在睡覺前 你是不是在床上刷手機 會啊 那刷到沒電怎麼辦 插...插頭插著電 然後去睡覺啊 對啊 如果枕頭旁邊有插電可以插 那你是不是會繼續插著 然後繼續刷 對耶 那就對了 那你就一直刷 不睡覺 對你的健康是不是有影響 這樣講好像也怪怪的耶 不是指要不要睡覺啦 是指說那個電磁波啊 或是輻射的那個干擾 會嗎 電磁波和輻射 這也有可能喔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江鳥海科技集團啊 就是最近啊 要研發一種新的手機啊 是有超強的這個電磁波 還有輻射 那芭比這個要幹嘛 要幹嘛 網路真的有朋友這樣問 要幹嘛是 很好啊 這樣手機就不只是手機啦 它還可以這個 變成行動微波爐 還有烤箱啊 那你在打 拿手機的時候 不僅可以講電話 用LINE啊 或者這個拿來上網啊 還可以烤肉加熱便當 這種化石代的芭比對不對 大家再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這樣總方對健康更不好的嗎 不會 你拿了錢 賺了錢再去看醫生嘛 然後你到時候你去醫院 你會發現那個醫生 是用我們公司做的手機 在幫你做超誤波 還有核磁控制 對不對 這是未來的趨勢 大家再掌聲鼓勵鼓勵 鐵鏈是一種器具 通常是拿來鏈住 並且固定某些物體所用 但是古時候 大家都知道 鐵鏈是拘束用的刑具 而究竟一條鐵鏈上面 會依附多少的怨恨 為您獻上 報告班長有鬼之 神秘鬼鐵鏈 我們台灣一般的居住環境 其實舉凡社區大概都還蠻安靜 也因為安靜 所以有的時候 深今半夜大家都入睡了 某戶人家開著音樂 某戶人家在打麻將 或是某個人半夜才回家 其實這種微小的聲音 在安靜7K的夜裡 會分辨得特別清楚 這個小女生呢 她只是個學生 有一天晚上 她在家裡做她的作業 同樣也弄到晚上兩點多 有點累了 於是小女生想說 那我到陽台去 抽抽一根煙 不要讓家裡人知道 抽完煙 我再回來做我的事情 小女生走到陽台去 這個時候 她突然聽到了一個 她在這個安靜的社區裡面 從來沒有聽過的聲音 她聽到的是一個 鐵鍊在地上被拖動的聲音 如果鐵鍊是被某種運動的工具 汽車或者是機車拖著走 我們會聽到一連串的聲音 可是 這個小女生聽到的聲音 她非常確認 那就是鐵鍊在地上拖的聲音 但是 為什麼鐵鍊在地上拖 我沒有看到任何交通工具 我也很難找出鐵鍊來的方向 同時鐵鍊的聲音 會如此有節奏 這很明顯 就是有人拖著鐵鍊 一步 兩步 三步 這個小女生正覺得納悶的時候 她突然發現 漆黑的社區 家裡最底部的那個位置 聲音就是從那個地方傳來的 好奇心的驅使 她很自然的 就看向那個地方去 聲音越來越近 越來越清晰 就在通過她面前 快要離開的時候 這段時間的聲音也是最大聲的 她非常肯定 那就是鐵鍊的聲音 但是奇怪的是 沒有路燈的社區馬路上 你就是可以很明顯知道 鐵鍊就是來自哪裡 突然 像是好萊塢電影一樣 她看到的方向 閃出一個畫面 什麼畫面呢 這個畫面 非常明顯的 就是鐵鍊套著一個人的脖子 同時還穿過這個人的手 然後 一左一右 有人牽著往前走 不知道這個影像 是因為她香菸的微弱燈光 或者是某種我們不知道的神秘 時空現象 總之在最靠近她 將要離開遠去的地方 瞬間 就像是電影特效一樣 淡出了一個畫面 就讓她看到這一條奇怪的鐵鍊 掛在那個地方 大概三秒 一動 然後就不見 接著聲音 慢慢變小 可是幾乎是在五秒鐘之內 很慢的變小 小女生幾乎是愣在那裡 然後想一想那個鐵鍊 它幾乎就是左右有人 用鐵鍊拴著一個人 只是她看不到左邊的人 看不到右邊的人 也看不到中間這個被拖著的人 她只看到鐵鍊呈現奇怪的狀況 飄在空中 垂在地上的鐵鍊 在地上磨 半夜莫名的鐵鍊聲 一聲一聲敲開恐懼的大門 鐵鍊是拘束用的刑具 究竟一條鐵鍊上面會依附多少的怨恨 半夜平靜無聲的社區 竟然出現恐怖的鐵鍊聲 而到底聲音從何而來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個鐵鍊 它幾乎就是左右有人 用鐵鍊拴著一個人 只是她看不到左邊的人 看不到右邊的人 也看不到中間這個被拖著的人 她只看到鐵鍊呈現奇怪的狀況 飄在空中 錘在地上的鐵鍊 在地上磨 一個小女生來說 她當時既不害怕 只是覺得奇怪 好吧 也不知道原因 轉身 就回到她自己房間去 回到自己房間 立刻把窗戶打開 希望能消除一點身上的味道 這個時候 她突然聽到 有傳來很激烈很激烈的叫聲 跟哭聲 於是她又很自然地走到了外面陽台去 走到外面陽台 才突然發現 社區底部突然亮了燈 亮了燈 的同時 救護車是完完全全 整個直接開到那個地方 接著沒有多久 鄰居就慢慢有更多的燈亮起來 所有人都湊到那個地方看 即使沒有靠近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你也知道 有人被緊急送醫了 第二天 放學以後 小女生比較晚回家 當她進到社區以後 她就發現 社區大門 就貼著模糊人家辦喪事的聲音 很快 她也知道 昨天晚上 某一個時間 巷子底的一個 她很討厭的 社區也都不是很喜歡的老太太 過世了 這個時候瞬間 所有的冰冷 完全向腦門衝散 因為她瞬間就覺得 應該是那個老太太 那個時間點過世 而在被鬼差拖走的路上 剛好被她聽到 同時看到了那三秒鐘 人死了以後 是不是會鬼差拖走 不過我不知道 這個故事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